Hi, this is Fruity6 逃避跟胖姐好好讨论就直接离开胖姐 连分手都不说就直接离家出走 我们就一一来分析这些罪真的那么可恨吗 第一宗罪 跟领导发展婚外情 之前TB看了自己试镜后 还是选了南瓜 最后靠自己亲了TB 才又拿回来角色的经历 让史艾玛明白了 这行都是不靠专业 只靠交情的 史艾玛有了只靠实力不够的危机感 觉得一定要攀上领导才能保住角色 而且跟领导游软 就让自己得到了 加单独镜头和特写的机会 甚至差点成为了舞蹈系的C位 如芳姐所说 导演喜欢她怎么拍怎么过 李导看着自己帮史艾玛加的那场长特写 痛哭流涕 让老薛发现了老公对史艾玛的偏爱和上心 这种长特写机会对演员来说非常珍贵 老薛作为前影后明白这是多深的偏爱 而且纳目看到史艾玛身上有血 暗示史艾玛就是亲爱的导演的 杀人凶手也算第二女主角了 没有这颗长镜头和主角光环 让史艾玛发挥演技 史艾玛未必可以在最后和周凡 以双女主角入围 她和李导的爱是一样的 李导因为自卑觉得自己不如妻子 一遇到小女生崇拜就描迁进去 史艾玛也是 李导是第一位认同自己演技的异性 一受到肯定就加上有实际利益关系就又描迁进去了 两人都在等愿意肯定自己的那个人而已 就算那个人不是李导或者史艾玛 我觉得恋情也必定发生 两人爱得有始至终都是自己 李导为什么审片的时候痛哭流涕 还有史艾玛为什么在新加枯 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世界上唯一真的肯定自己的异性了 我觉得史艾玛不那么可恨是因为 折纸鹤 小称赞 坐顺风车 玩小游戏 脱上衣 乖乖配合这些拙劣的小伎俩的李导 不更可恨吗 为什么三角恋永远都是更责怪女方呢 而且老轩也声明这些套路 暗示他可能也用过这些套路 有一场他跟周凡的回忆戏 不就明说了他曾经和导演柔软吗 新人演员用这种方法尚未兵不光荣 那显然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这行我觉得几乎没有一个演员能信誓旦旦的说 自己没有做过半点违心事吧 第二宗罪 史艾玛故意趁鹰鹰换衣服的时候 开直播狂Q年龄让鹰鹰难堪 虽然还在方险面前装可怜 史艾玛明显是报复之前狂踩自己的手的鹰鹰 但我觉得史艾玛被拆手是自己活该的耶 虽然演尸体的时候导演叫他抬手 但明明只要手换个小小的角度 就可以避免被踩了不是吗 不懂灵活变通 加上NG八次真的很不专业 过应该由史艾玛自己来背而不是鹰鹰 但我为什么不因此讨厌史艾玛呢 首先方姐已经帮大家出戏了 你现在就演得很好那一幕 已经成为了KO绿茶的名场面 史艾玛马马上被前辈试破 真的很设死很解气 而且史艾玛也会有50岁的一天呀 她也会有被取笑年纪的一天 而且50岁的潘茵茵的皮肤亮度 颈度身材歇息度 都完胜20岁的史艾玛耶 简直缓解了大众的年龄焦虑 潘茵茵还可能因此接到医美代言 之后也能更豁出去演妈了 史艾玛这样对潘茵茵来说 我也不是坏事哦 第三宗罪 赖在周凡家不走 偷穿周凡浴袍偷用保养品 还任意使唤流氓 戴耳机装听不见周凡叫他 之前明明还跟周凡说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了 之后却呛他 啊是因为别人叫我小周凡 所以你不开心吗 这个真的太没边界感 太白目太直的讨厌了 我觉得少周凡和周凡 两人除了才华和经验程度之外 没有半点相似 两人的拿奖运啦 气质啦 外貌啦 都截然不同 史艾玛拿了东京影后 是他黑化的助人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靠 如果我是大明星的幻想坚持下来 以成为周凡为目标 现在突然比一直还没拿奖的周凡 更快拿奖了 甚至是凭出道做就已经拿奖了 周凡自此消失了女神光环 史艾玛觉得自己比周凡更有才华 更有前途 更年轻 就自我膨胀 以为自己配得上周凡拥有的一切 包括浴袍保养品 这个家甚至流氓 总而言之就是小屁孩飘了 而且我认为史艾玛之所以 这么坦荡荡地呛周凡 因为别人都教我小周凡 所以你不开心吗 就是故意忍周凡赶他走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 住进导演的工作室 勾引导演了 虽然这样真的心机很重 但也是成就剧本的必要啊 第四宗罪 周凡舞蹈戏过后 史艾玛不但毫不关心曾经的偶像的伤势 还在背后奚落 真的被艳芳姐说中了耶 真的是魔鬼场 非要搞成这样才能拍完 在大家都在庆祝 欣赏周凡赴商上场的时候 史艾玛突然损周凡 把场面弄僵了 还托方姐下水 想营造自己和方姐同一伙的感觉 反倒弄巧成拙 让大家傻眼离开 想和史艾玛撇清关系的感觉 壁虎更回头争了艾玛一下 史艾玛这场真的很白目 但20岁只有高中学历 不算真正进入过职场的她 说屁话说干话也合乎常理啦 你们20岁的时候就没有说过半点屁话干话吗 现在回想想揍自己吗 不知道别人还记得吗 如果她把这局改成 真的是魔鬼场耶 但凡姐打破魔咒了 那不就接到欢喜吗 她的确说出话了 但也马上得到被远离的惩罚 第五宗罪 没有跟胖姐好好讨论就离开胖姐 没签约的情况下遇到跳槽机会 不跳槽就会失去梦寐以求的女主角机会 跳槽后也会有资源 有舞蹈课演技课上 我相信每个观众都会选择跳槽啦 胖姐是薄乐 但资源上不算是贵人 史艾玛做的不好的点就是 不敢或者懒得跟胖姐好好道别 虽然知道胖姐民事里应该会放她走 那些已经跳槽的学姐不就全部成功跳走了吗 胖姐受的伤比陈瑞任更深 却更愿意放她走 成全她跳得更高 所以史艾玛最后才回去找 唯一会真正为她的成功而高兴的胖姐 我不因此讨厌史艾玛 是因为那场在马路对视而笑的戏 但我觉得两人的缘分还没完 史艾玛和老薛的关系 注定奇亚在五年经济约完之后 肯定不会再去约了 到时候史艾玛回归自由生 就可以回去胖姐那边了 史艾玛有大好前途 还有很多机会好好报答和弥补胖姐的 第六宗罪 连分手都不说就直接离家出走 这点史艾玛没有被骂太惨了 因为陈瑞任也被骂很惨 虽然严一文导演在podcast里说 他搞不懂陈瑞任为什么会被骂 但从女观众视角出发的话 作为最清楚史艾玛有多努力成为演员的人 竟然是最不支持史艾玛成功的人 看着史艾玛事业有起色 他却一直酸言酸语 恶意揣测南瓜只是玩玩史艾玛 又撕剧本又跑去公司抢行李 我明白陈瑞任的自卑 但他也可以参考流氓队周凡 不卑不亢的 帮忙准备拍戏物料之类的 但他偏偏在史艾玛的人生转类点 一个当务之类最需要往前冲的阶段 又哭又闹又找麻烦又发脾气 尝试半倒史艾玛绑住史艾玛 不让史艾玛无后顾之忧的爬上去 一段只能共苦 不能同甘的关系 是注定不能走下去的 没错史艾玛当然是欠了陈瑞任很多 三年同居大多都是陈瑞任付的租金 所以戏里史艾玛才给了他一包现金当黄债 至于勤债嘛 我觉得双方都有欠对方的 那当然是史艾玛欠的比较多啦 但这个世界上又有谁能保证自己没有欠这种债 还得清这种债呢 第七宗罪 在有男友的情况下 清了TP 史艾玛不甘心TP看了自己赐金后 还是选了南瓜 决定再去求导演一次 自己预想了 待会再次试镜的剧本 就是要勾引TP 所以还先脱掉衣服 跑去找男友打一炮 借此练习勾引TP 与其说史艾玛这是出轨 我倒觉得像一场试镜的吻戏 男友对他而言只是帮忙彩排的替身 我不因此讨厌史艾玛 因为如果史艾玛不再尝试争取一次 他就又要回到一直徒劳无功的永结回归了 而且TP明明看到了史艾玛的专业和态度 都比吊儿郎当的南瓜好得多 他还是选择了前女友南瓜 是拥有权力的TP不敬业 只顾旧情在先 那史艾玛除了走这条旁门左道之外 有其他路可走吗 TP还有其他不顾专业 只顾交情的工作人员 有留其他路给底层演员走吗 第八宗罪冒充南瓜 还把好友的私密话当作试镜台词 事后还故意把试镜影片传给南瓜 这是史艾玛黑话的开始 南瓜他家人演艺成就高 他害怕自己做不好 成为家里最差的演员 所以干脆不认真演 不断笑场甚至缺席事情 对史艾玛真而重视的机会不屑一顾 应该说装作不屑一顾 史艾玛也尝试拉他一把 鼓励他帮他对台词 但只顾玩手机的南瓜 让史艾玛彻底放弃了他 试镜的时候 史艾玛大可以在TB 叫南瓜自我介绍的时候 揭露自己的身正身份 但史艾玛选择继续抓紧机会 发挥演技 只要让TB觉得他演南瓜演的够像 他里拿到角色又更进一步 他以为自己应该是十拿九稳 结果还是被缺席试镜的南瓜拿走了角色 这时候梦碎的史艾玛已经完全不当南瓜是朋友 而是纯纯的职场竞争对手 所以才会再抢回来角色之后 把自己的精彩演出发给南瓜 想让南瓜明白自己比南瓜更配得上这个角色 我没有因此讨厌史艾玛 不单是因为史艾玛争取机会无可厚非 而是资源满满的南瓜 失去了这个机会 还有千千万万个机会等着她 南瓜缺的不是机会 而是下定决心努力的勇气和契机 被换角 让佼佼女南瓜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让她明白真是机会的必要性 这堂课演员南瓜终究必须要上的 教科老师就算不是史艾玛 也必定会是另一个想上位的女演员 好了今天就分享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20岁就是 一直盲冲直撞犯错常祸 再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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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断复盘重来的年纪啦 你本来讨厌史艾玛吗 看完影片有更讨厌她 或者没那么讨厌她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影评 求你订阅按赞一下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